大家好,歡迎大家參加這個Catherine F1 Part 2 Demo Lecture Information Seminar 我是Catherine F1 Part 2 Trainer,我叫Candive Leung 開始之前介紹我自己,我也是兼職教 我全職主要是做 risk management 主要是在銀行做的,做了超過20年 除了銀行,以前也做過保険公司 保険公司就做chip risk officer 銀行也做過market risk head 我的 qualification呢,FORM就二十多年前考,2001年英幼 接著考了CFA,接著拿了ACCA 另外有幾個bachelor degree,econ math和law 也有一個Master Visimension Science, Financial Engines that Compute My FinTech 我應該是2007年開始教的 教了16年 這裡有些數據關於我的分數,教了幾多學生 這個就是我的背景 今天那個event agenda,其實分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我負責 首先會簡單講一下FORM的 information, curriculum 有什麼特別的 另外會做一個demo lecture 這個demo lecture,因為時間關係 其實都不是有什麼特別的東西想教的 都是描述我們上課的模式 讓你們知道一下 我們都選一個題目,就是credit and counterparty risk OK? 完了我這部分之後呢 就會到另外一部分就是由我同事負責 Credit Assistant負責 他就會告訴他 說Credit會有什麼offering 可以幫大家去考考考考試 OK? 我們目標的基本上都是 一個小時之內就完成這兩部分了 OK? 先講一些FORM基本的 information 可能你也知道 基本上如果要拿到FORM的Destination 就有兩個requirement 一個就是要通過考試 另一個就是要有相關的工作經驗 那考試呢 現在就分part1、part2 理論上你可以一起考的 不過通常同學都會是 sorry it sequence 就是一個part1考完才到part2 OK? sorry 那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兩個一起考 他會先說你part1 你part1如果不pass 他不會過你part2的 OK? 那有機會呢 你會浪費了part2到advord OK? 所以通常學生都要一個一個這樣考 OK? 那在part1、part2考試的時候呢 時間都有些規範的 就是說如果你pass了part1 那之後四年之內呢 你就要pass了part2的 如果不然呢 你就要重達考了part1 OK? 那這個你要留意了 你plan的時候 那當 除了考完這兩個 試之外呢 那你還要有相關公共的經驗 就要兩年的 related related的意思就是說 你的工作裏面那個性質呢 包括risk management 就OK了 就不是說你需要你的title 要有risk這個字 或者是risk management department 做才行的 就是我舉個例子 如果你銀行做了一些relation manager 就是你負責是找客房貸款的 那理論上呢 你是最前線的房線呢 去管你的客人的credit risk這樣 因為你最熟客 知不知道他的財務狀況 會將來還不到錢這樣 那所以呢 這些relation manager呢 雖然他的title 是沒有risk這個字 他也都沒有risk management department 做的 但是他的工作性質呢 是有一些credit risk的nature在裏面的 所以都會當的 OK 那另外呢 你留意這兩年的經驗呢 就是沒有限制你幾時拿的 簡單來說呢 總之你一輩子 有這兩年的經驗就可以了 就是沒有說你考完試才算計 或者考完試才算計 就沒有的 OK 那你留意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你考完那個part1和part2的考試之後 你是沒有 還未夠兩年的工作經驗的 你是需要五年之內呢 拿到多兩年的相關工作經驗 如果不然呢 你就要考試 又要重新考過 OK 那所以你要留意這個timeline 那你pass了兩個考試 亦都有兩年的相關工作經驗 你就可以申請那個 就是gap membership 以及拿到FRM的destination 這樣 那到時他會叫他 upload你的cv 他會在你的cv裡面的information OK OK Sorry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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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些這樣的要求 不是 我上學生都不會很大年 所以 我沒有講那麼長遠 是 那考試的模式呢 就是這樣 都是MC來的 大家都考四個小時 part1和part2 但是你會留意呢 part2的題目就會少些 那part1四個小時 就考一百條MC 大概是兩分半小時一條 那如果是part2 就是四個小時 大概是80條 大概是三分鐘一條 就是多些時間 那為什麼多些時間呢 part2的時候我會講一講 OK 那這個就是他們那個 part1、part2的curriculum 那part1有四個topic 那首先是foundation risk management 就是講一些基本的 risk management 比如說有哪幾類的風險 financial risk 一些基本的 一些finance的theory 比如cap-m的model 都會講一些 比如說以往的公司 那些 risk management 做得不好 有什麼後果 就是以前的barring bank 撿了一顆 收購之類 OK 那然後呢 另外一個特別 叫quantified analysis 那我們做 risk management 呢 首先就要計一下 我們的 risk有幾大 要計一些數的 那這個quantified analysis 基本上就會講一些 統計的theory 幫我們計下的風險有幾大 OK 那第三個topic 就是financial market products 就是在講 因為我們FRM 主要講一些金融機構 如何管理它的風險 那我們必須知道金融機構 它是會用什麼financial product 譬如債券、建議的工具 那這裏就會有這個topic s cover 那當我們學了第二和第三個topic 就是我懂了統計的theory 都知道金融機構 是用什麼金融工具的 那我們就向它合起來 來計一下他們這些 就是做的工具的risk是幾多 那最後一個valuation risk model 就是講這件事情 OK 那到part 2的時候呢 假設你part 1這些基礎已經打穩了 那它會再in detail 講一些不同類型的risk 那如果你讀下去的時候 你會知道呢 financial risk 最大的機率 就是market credit operation risk 和liquid risk 那所以它每一個 讀的topics 那另外呢 這四個topic 其實它的角度 是比較從一個 commercial bank的角度 去講一下 如何管理你的risk 那我剛才說了 FRM就是講一些 financial institution 如何管理你的risk 那financial institution 除了commercial bank之外呢 還有其他的機構的 包括什麼呢 機銀公司 或者一些保險公司 那這些公司 是比較以投資為主要的業務 那跟commercial bank的分別 因為commercial bank 主要是做存款貸款的業務的 那所以呢 那這個topic 就是risk management investment 的management 是專門講這些 以投資為主要業務的公司 如何管理你的風險 OK 那最後呢 就有一個current issue financial market 就會拿最update的一些 financial market 或者risk management 的information 或者article 去做一個 考試的材料 基本上每年都變的了 那通常會講什麼呢 譬如現在 就會講Fintech 啦 講一些virtual assets 啦 會講一些climate risk 這些這樣 OK 最update的東西 那這個是考試的時間 那現在就有三個的 5月8月和11月 那因為現在基本上 就是用電腦來考試 就是用電腦來考試 就不是physical 坐在床考的 那呢 理論上有period的 那你在那個period裡面 就會是 你去到一個考試的center 預訂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在檔日去考 這樣 那譬如這個 5月的就18到22日 這個星期 那到時你可以去 預訂某個時間 預訂了之後 你就去center 有個電腦位 坐在那裡去考 這樣 我怕了一個MC OK 那part1和part2呢 那個curriculum 呢 的分別就是 part1主要考一些 基本的工具 就是考你明不明白的 或者未運用的 或者未好考你apply的 那譬如說 他會考你 一些基本的finition 譬如 bond option swap 這個運作是怎樣 也會選一些 比較基本計算風險的 工具 以VAR 那樣 所以主要檢查 你的concept 是不是清楚 先 那當你的concept清楚了 那part2呢 是比較 就是考你如何apply 你學到的concept 譬如說一些 比較view的case 的risk management issues OK 那所以是part2 more case study 和practice around 就是舉例 有時有個題目 他就會說 假設你是公司 或者銀行的tribus officer 那你起身呢 可能說 國內人民銀行 今天就大幅 將人民幣的中銀價貶值 那然後呢 就會說你的銀行 有什麼的情況 譬如有什麼貸款 有什麼責券投資 諸儀儡 然後呢 就 再問你究竟 有什麼風險 你怎樣管理的風險 那樣 所以比較practical 那所以呢 通常part2呢 有 很多時候都有些case 在那裡的 就是剛才說了 你是什麼情況 那所以呢 你通常要看個case 才回答題目的 那所以剛才說了 為什麼part2的題目 我們給的時間會多些呢 因為他預算時間去看個case 那所以呢 就會長一點 三分鐘一條 OK OK 那另外 你可能很關心就是passing rate 那 那part1通常都是四個多個percent 那這個part1的 那然後呢 就part2會高一點點 不過都是五十幾多 那這個最新是51 之前都是arround50 那這樣 OK 那 那 跟著講一下呢 Catherine那個learning approach 那其實我們分三個phase的 那第一個phase 我叫education 的class 基本上就是 很detail 講那個sillibus裡面的concepts OK 那就不是很真是 去所謂粗題目 基本上要你明白了基本概念 先 當你明白了概念 我們進合 phase 2 就叫revision 的course 那revision class 基本上就會在裏面 就會拿回以往考試的題目出來 在個堂上做 那然後做完之後呢 就我會講解回 怎樣解個題目 用什麼的concept去solve這個題目 那這樣 就去幫你 將你學到的concept 是apply下去 做一個solve題目的那個skills 那當然我們給你做的時候 都會跟回考試那個時間的限制 那所以也都會是 有一個加強你們答題的那個speed 或者是accuracy 那個training的作用 那最後呢 他還會有一個mox exam 那這個mox exam 基本上呢 就可以模擬你們考試的情況 那考完之後呢 會有個performance analysis 講解你每個topic的表現 那可以讓你們知道 基本上你們可能 讀到差不多的時候 以後你哪個topic呢 可能對方好些 哪個差些 可能差些那些 你要真正考試之前 可能要再讀多些 幫你adjust你的最後那個study plan 這樣 OK 好 那這個就是 我們剛才講的第一部份 主要講一些FRM基本的informations OK 那然後呢 我們就開設一個demon lectures 那我們今天選擇的topic 就是credit risk 那credit risk是什麼風險呢 就是說我們很多時候 在金融機構做交易的時候呢 我們有個outside entity 就是我們的交易對手來的 簡單來說 比如說 你買了一個匯豐發行的債券 那交易就是你和匯豐做的 是不是 那你的交易對手就是匯豐 那我們credit risk就是說 這些交易對手 通常會有一個economic obligation 給我們的 就是經濟上的責任 是要付給我們 那在剛才的case 我買了匯豐的債券 那匯豐將來給我們的obligation 是什麼呢 那當然他要定期 準時給息和給多個本金 我們 這個是他的責任 那credit risk就是說 如果他 某些原因 複製不了這個責任 導致我們的損失 這個叫credit risk 就是譬如 匯豐將來經濟不善 虧很多錢 就不夠錢 給利息和本金我們了 那我們就損失了 那這個就是credit risk OK 那credit risk有幾個形式的 第一個呢 就叫default default default就很簡單了 到期付錢他給不到我們 就剛才說了 到期要給利息 他可能經營不善 沒有錢給我們 OK 那這個叫default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 未到付錢我們 但是他本身有些credit event 出現或者credit rating的change 譬如你說匯豐的債券 最初他一個A的 rating 那今天呢 可能S&P將他downgrade到3個B 那即使他未到期要給利息 但由於downgrade之後呢 你的債券價錢也會跌的嘛 那你馬上已經有損失了 那所以也是一個credit risk的例子 那我們 即是買什麼 買買什麼的 哪些金融產品會有這個credit risk呢 那當然啦 如果買了債券 或者剛才 我們可能借了錢給某些公司 或者某些國家的政府 譬如我買了他的債券 那我們這些公司 或者政府default的時候 我會有損失了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 那另外呢 就是一些所謂credit derivative 那我舉個例子 其中一個credit derivative 就是這樣的 譬如我一個人叫A 那A呢 他就買了匯豐的債券 那當然他怕匯豐default 他就損失了 那怎樣呢 他就找一個人叫B 那A就說呢 他每年給這個債券的面值 3%的錢給B 那B怎樣呢 就答應他了 就說如果將來匯豐的default 譬如匯豐撿了一顆 那A當然有損失了 那B呢 就會賠回給A的 ok 賠回給A 那A和B做這個 這樣的transaction呢 我們的名字 叫做Credit Default Swap 那當然 你心水清其實你會知道其實還有什麼呢 其實好像買保險一樣 A就給3%保費 B每年 那B就還給他保障 如果匯豐default B就賠回給A 你留意呢 就是從B的角度 如果現在匯豐default B是有損失的 因為B要賠回錢給別人 那B沒有買過匯豐借券的 沒有借過錢給匯豐的 但是因為他做了這個 Credit Default Swap 的transaction呢 他就承擔了匯豐的credit risk ok 那這個是一個例子 credit derivative 那另外一樣東西 都會導致我們有credit risk 是什麼呢 就是structured credit products 那是什麼呢 Page 現在有一間銀行 那他有很多按揭的貸款 mortgage loans 這個第一個 他一萬個 那有時呢 他會把這些按揭貸款 賣了給一間公司 那間公司 我叫SPV 給他名字 那就是說呢 這個SPV 買了這些按揭貸款之後呢 按揭貸款 那些業主每期會供錢的嘛 那些錢就會去到SPV 那裡的 因爲他是買了這些公司 那由於SPV定期有這些錢收到 他就可以issue回 一堆像債券那樣 那我們那些叫做mortgage better security 我簡直叫做MBS 那MBS 那MBS1 MBS2 他叫100 他全名叫做mortgage better security OK 那就賣了給一些投資者 那就是說呢 如果譬如你買了這個第一個MBS呢 那現在呢 就當個SPV每期收到那些按揭貸款的公款呢 他就會把錢分給那些100個MBS的投資者的 那你留意啦 如果 這個loan是default了 譬如這個業主是 破產了 供不到錢了 柳約貶值很多 那他會損失的嘛 那就會導致呢 他收的錢會少了 那他給到那些MBS的investor的錢會少了 或者是investor會損失的 那這就會有losses OK 那所以呢 現在這個case就是呢 這裏這些投資者呢 現在他承擔了這個mortgage loan的credit risk 因為mortgage loan一有default 他就會損失的了 是不是 但是他從來沒有借錢給那些業主買樓 是不是 只不過他買了這個 所謂structured credit product 就承擔了這個mortgage loan的credit risk OK 那所以呢 我們這些credit structured credit product 都會導致有一個credit risk的出現 OK 那這個簡單說 到時你讀的時候會再深入說的 OK 他不會的 就是好像你買保險那樣 那你每一期呢就給3%保費B咯 那沒有事發生呢 他B就不會給你錢的 有 有 因為呢 現在這個保障呢 就只是匯豐default的時候呢 B才賠給A的 那譬如說 好像剛才我們講的 如果匯豐的債券是被人downgrade的 downgrade的 downgrade的時候 但是你沒有default的嘛 他可能都是正常還錢的 不過你的rating被人downgrade了 那你的債券價值都會跌的 那你這個損失呢 B就不會賠給你 是啦 那你還有 那你想把這兩項都有的 我們叫做total return drop 那樣 不過你到時讀你就會知道 我們今天的introduction 就不要說那麼多 有其他credit derivative 可以幫我們保障 default以外的risks OK 不過就不在這裏 這個簡單說的最基本 OK 好 那我們知道credit risk 那next question 那我們究竟借錢給哪些公司 我們有些方法知道credit risk 是高一些的呢 那我們最簡單呢 就可以看那個公司的balance sheet 計算一些所謂ratial 我們就可以知道credit risk大還是小的 那balance sheet 最簡單的formula就是這樣 就是公司的資產呢 是等於公司股東拿出來的資金 我們叫equity 加上那個公司的負債 叫liability 那這套式很簡單的 那 假設公司買了10元的資產 那 而股東呢 就只是給了1元那間公司 那你想一下 喂 股東給了1元那間公司 那些只1元而已 那他怎麼賣10元的資產呢 很明顯就是公司要問人借9元 所以liability借9元 所以1加9是10 那這件事 那我們根據這條所謂basic的bouncing equation 其實可以計算一些ratials的 那這個ratials可以幫我們分到那個 即是quity risk大還是小 那其中一個就是equity ratio 那麼equity ratio很簡單 就將equity除了access 大還是小 代表equity risk大小呢 那我們可以呢 看另外一個公司的情況 他呢 就是 同樣是買了10元的資產 那但是股東呢 就拿了2元出來 那他借錢呢 就借了8元 OK 那再計算的ratials是怎樣呢 現在那個equity ratio 就是equity 2 就是5的 那我們藍色和紅色比較呢 哪個credit risk是大一點呢 那基本上呢 就很明顯就會是 紅色大一點 因為他負責是多一點的 大家都只有10元的資產 但是紅色的公司是借了9元 欠了9元的 藍色是欠少一點的 欠8元的 所以呢 這個呢 是 credit risk是高一點的 higher credit risk OK 那所以呢 我們知道紅色是高一點的 那就是說 那個equity ratio 計算出來 是小一點的 那他那個credit risk就大一點 是不是 因為這個是higher credit risk OK 變相這個數值越小呢 你的credit risk呢 就是會大一點的 OK 啊 啊 反過來 在另外一個leverage ratio 你見到了 他計算出來10 是大於藍色5的 那就是說 現在的leverage ratio 就是計算得大一點的時候 credit risk才是高一點的 OK 所以這個就反過來 leverage ratio 是越高呢 啊 那才會代表credit risk呢 是越大的 OK 那所以我們 簡單來說 就可以計算這個所謂 就是 equity ratio 或者leverage ratio 那我們知道呢 如果那個equity ratio 就是比較低一點呢 credit risk就會高一點 或者leverage ratio 比較高一點 credit risk就會高一點 這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OK OK 那我們除了 看單公司的所謂 branch裡面 譬如負債多少 去決定他的credit risk 是大還是小 那也都是呢 有時候我借錢給人 或者買人家的債券的時候 那個債券的總類 或者我借錢給他的debt的總類 都是會影響credit risk的 那種類什麼呢 我們在說的 debt seniority 那這個什麼意思呢 那這個什麼意思呢 如果有間公司 他竟然不善破產 那根據那個破產法 就是有人會申請他去清盤 那他就會委任一個清盤人 通常的會計行 那就會幫公司清盤 那清盤的意思就是 將這間公司還有的資產 賣掉他 那會拿回那筆錢 那這筆錢呢 根據破產法呢 就有個次序分分給不同人的 首先呢 就會還給清盤人的費用 還有還欠政府的錢 還有錢證呢 就會還給債權人 就是債主 那還給債主的時候呢 首先 會還給senior debt holder 即如果你是借一個senior debt 給別人 你先拿錢的 還給senior debt holder 才還給senior debt holder 再有錢證 就給股東 OK 那所以呢 很明顯 如果你買senior debt 你的credit risk就會小一些的 因為他破產的時候 會拿得錢 那10%的debt 對不對 那這個其中的debt seniority 就會影響你的credit risk 就是這個意思 另外 另外 也都是一個影響 就是他有沒有security的obligation 那簡單來說 就是有沒有抵押品的意思 那很簡單 譬如說 我們現在呢 我們現在呢 有三個債主 某間公司 Opergus 有ABC 那他每人呢 都是借了30元 給一間公司的 OK 這個C 這個是C 來的 那 那有哪間公司呢 就有什麼資產呢 有XYZ三個資產 那三個資產分別的價值就是10元 20元 20元 和30元 那 如果你unsecured 那個obligation呢 就很簡單 大家呢 都沒有優先次序的了 總之大家就按大家 公司欠債的比例來評分公司的資產 那現在首先呢 公司會把資產賣光了 10元加20元加30元就賣光了 總共是拿到的60元 那就分給ABC三個債權人 那由於三個債權 公司欠債也一樣的嘛 那就是大家這麼高這麼大 那所以呢 那 每個人呢就會拿回3分之1 那就是每個人都會拿到20元 OK 那如果我們是C的時候呢 in this case呢 我就會loss了我10元 因為我借了30元給公司 我只要10元20元而已 但是 如果我是secure的obligation 就是譬如說我將Z這個資產 是secure了給ABC的 就是給ABC的貸款的抵押 那 那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如果公司破產呢 就會將Z這個資產賣了先 拿回來的30元呢 是先還給ABC的 那呢 就變成他借3元出去拿回30元 他就沒有任何loss了 是不是 這樣就沒有loss了 OK 那所以我們見到了 在這個情況呢 其實secure的obligation 或者是debt 你的保障是多些 或者credit risk會小些 OK 那所以我知道呢 這個credit risk會少些 那這個也是另一個 就是有沒有抵押品 會影響你的credit risk大小 OK 好 那跟著呢 我們有些terms 我簡單講 到時我們上學會再詳細講 那 credit information 就是說資訊是不對稱的 那這裡很簡單 就是有個人向銀行借錢 那當然 對於那個人本身的財務狀況 當然是那個人自己清楚很多 他有沒有欠價格數啊 欠街數啊 欠價錢啊 欠價錢 銀行的職員當然不會知道那麼多 所以大家是不對稱的 那資訊 那另外一個principal agent的problem 這個以前就多 現在比較少 意思就是說呢 銀行就請那個放貸款的職員回來 那銀行的principal 借貸款出去的職員是agent 他幫銀行做事而已 那他之間會有問題的 譬如說 因為可能那個放貸款職員 就想達到那個業務的指標 那他呢 就可能即使那客人呢 那個風險大呢 就照借給他 那其實這個對銀行就不好的 那但是那個職員為了自己 就是 就是不用被人出帳啊 可以是 達到指標呢 他就會照借 那這個就是principal agent的問題 那 Vishifting呢 就是說如果有個人呢 或者公司做一個project 那如果這個project呢 是失敗的 其實那個所有風險 會自己承擔的嘛 那但是如果他問銀行 借了錢去做這個project呢 那風險就不只是他承擔了 銀行都承擔了部分 因為如果他的project失敗呢 他還不到錢給銀行銀行銀行都會損失的 那所以他如果通過借貸做這個project呢 他部分風險呢 也都會轉嫁給銀行 那叫Risk Shifting Morning has a problem 就是說呢 有些人會做一些事情 那這些事情呢 是會損害了另一個party的 那舉例 譬如有個人向銀行借錢 那通常銀行會要呢 問他你借這個錢的用途是什麼 那譬如有個開廠的人 我說我想借錢擴充我廠房的 或者加添一些機器的 那用這個目的就是銀行借錢 那銀行就覺得 你改善了你的機器、廠房 應該你的盈利會提升的 那就借給你 那怎知道 那個 就是廠家 一拿了銀行貸款之後 他就去澳門賭錢了 那他做一些事 基本上就是會損害了銀行 因為銀行本身不會想借錢去賭 那這個就是Morning has a problem 那另外就是Aware Selection 那就說剛才呢 我們的Symmetric Information 就是說我們借錢的時候 銀行不知道我們的財務狀況 那你想一下 如果有很多人民銀行借錢 那銀行又不知道他們的財務狀況 那你會怎樣呢 理論上如果財務狀況好呢 那我就借給他們的時候利息就低一些 財務狀況差的 那當然我即使肯借給他 我收的利息也貴一些 那但是我都分不了哪個好的客 哪個差的客 那怎樣呢 那你不管了 是不是所有都charge一個平均 中等的利息這樣 那在這樣的情況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 有些好的客 他知道自己的財務狀況很好 我這麼好財務狀況 我借錢應該是收很低利息而已 那你收我中間的利息 收高了我就不借了 是不是 那些差的客人呢 就說 我外面有很多財務狀況 我欠緊的 那我這麼差 財務狀況 你應該收我好貴的利息才借給我 那你收我中等的利息 我是弱了 是不是 那我願意借 那最後的結果就是 所有很差的客人就會借錢 好的客人就不借了 那導致一個問題 這個叫Averse Selection 那externity就不太特別 就是說 市場借款的利息呢 就可能有一些很大額的借貸 或者債仔借了 他的利率就會對市場有指標性的 就是其他貸款利率都要參考這個 那最後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就是當有一間公司真的破產了 那他有很多債權人的 那債權人是不是可以合作 去一起追債那個債主呢 其實跟他們收多少錢是有關係的 那這個叫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OK 好 那最後呢我們講一講 就是剛才我們講過 當credit risk的時候 最常見就有兩個情況 一個呢我們叫default 是不是 那我們現在就想講一下 當銀行 借一筆貸款出去的時候 那他當然知道呢 有一個default的風險 就是別人還不到錢的風險 那 他怎樣做呢 其實他就會 計一計 預期 由於對方default 會帶給他多少損失 他就把這個損失金額 計入自己的成本那裡 譬如說 譬如說 貸款給客人一百萬 那 那 就 當然啦 我都要拿這一百萬資金才借給客人 那我資金都有成本的嘛 譬如一百萬是拿著一個客人的存款的 那存款要給他三利息 那這個資金有三利息的成本 那當然我借出去的時候 查出這個客人要高三個百萬的利息 那 但是呢 因為這個客人還有幾個地方 我除了一個資金成本 我就要計算我預期去可能 平均default 但給我舉例 有一個百萬的損失 那我要將成本就是三個百萬 再加一個百萬的 就是四個百萬的成本 那我收 那個借出去的時候 收客人的利息 就要高到四個百萬 我才有錢賺 譬如我收他五個百萬 六個百萬 那意思 所以我要計一計 如果客人可能default 但給我一個可能的損失 多少 我計成本 那怎樣計算我們 這個叫做Expected Loss 即是怎樣計算我預期的損失呢 我們要計三樣東西 第一個 我們叫做Probability Default 或者PD 即是說 我們估計那個客人在將來 default的機會率是幾大 機會率 那當然 這個機會率或者liker 就會是說某個時間裏面去default 譬如說一年之內 這個客人的default 幾大 10% 5% OK 那當然我們要計這個數 就會default 很多factor 譬如說我究竟 什麼時候去計這個default 的機會率呢 那如果當經濟好一點的時候 對不對 那些公司賺錢容易 default機會就少一點 經濟差的 當然default機會率 你計算都會高一點 對不對 另外就要看一下 你計多長時間的default機會率 一年之內的default 還是十年之內的default呢 那當然 如果十年之內的default機會率 當然會高於一年之內的default機會率 因為十年default 即可以default的時間會長一點 那如果你有讀過Part 1 你考慮讀過的叫做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那它的Random Variable就是講時間 那就是譬如說 我們考慮讀的時候 就是說 你開店的 那麼 下一個客人進來 可能是一秒之後 一分鐘之後 兩個小時之後 一個日之後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的 這個Random Variable 那這個時間 其實可以用這個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去測試它的機會率 那一樣 現在default的時間 譬如買了個債券 導演公司default可能是一分鐘之後 一年之後 三個月之後 那都可以用回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的Model 那個time 當作default time是Random Variable 另外我們還要計什麼呢 就是Exposure Default 即是說 當那個債仔default的時候 究竟它欠我多少錢 就是Maximum我可以Lose的 那當然如果貸款就簡單 它借我100萬的時候 那到它到時default了 那我最多選擇多少呢 大概就是100萬 可能加一些利息 OK 那第三個呢 就是Loss Given Default 那我剛才也說過了 如果債仔即是default 那怎麼辦呢 你申請清判 將它的資產賣光 就按次序 先還給政府和清判人 然後還給債券人 那你是有機會收回這些錢的 所以Loss不一定是全部的 Loss那部分就叫Loss Given Default 或者譬如說 如果 你借了100元給別人 那別人default的時候 你將資產賣光 那最後呢 你可能拿回40元 我叫recovery 那in this case 你便損失了60 對不對 那這個Loss Given Default 那當然呢 我們有時候呢 就按一個percentage 給的 那我們現在呢 就借了100元給別人 我選出60元 那我們呢 有時候LGD 就用60%來代表 即是說我選出百分之六十 這個意思 OK 那有了這三個數呢 我就將它們成賣 就是我們的Expected Law 那舉例呢 如果我是借了100元給別人 那PT呢 是2%的 那LGD呢 就是我會選出一半 那你計出來的數呢 就是1M 那1M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我借了100個Million給別人 那你可以看成為 我借了100個貸款給這個人 每個貸款是1M的 那一樣 是不是借了100個Million 那所以呢 我借了 100個這個貸款給別人 那這個 就代表ED 是100M 是不是借了多少給別人 那然後呢 我的PT是2% 就是100個這個貸款 應該有兩個的Default 那所以這兩個是Default 的 OK 那這個呢 就代表PD是2%的意思 那最後啦 每個Default的時候呢 我的LGD就說我會選出一半 那所以這個1Million的貸款Default 我會選出0.5M 那這個1Million的貸款 我會選出0.5Million 就是每個呢 我會選出一半的 LGD50% 那所以我Total的Loss呢 就會選出1Million 就是我們這裡計出來的數值 那所以這個數值背後呢 其實反映了三個數字的 OK 那所以呢 如果你計到預期的損失100萬的 那你就 借貸款給這個客人的時候 你計到這100萬入力的成本 是不是 那你就可以 收人家的利息 會蓋上這個預期損失的成本 OK 好 那由於時間關係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那首先看看你們沒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沒有問題 可以先交給我的同事 我們講最後一部分吧 不過我留在這裡 你有什麼問題也可以之後再問我 OK